第二轮出战的是 虎客队的孟慧源 她的帮唱嘉宾是周深 有点担心 怎么办 深深 加油 你看 这是谁 对 非常幸运的我 我下巴掉了 下面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的嘴最多只能张开到 但是我的嘴唇可以动 就这样 是可以的 但是我的牙齿就不能张太开了 它就像关节炎 人家都是膝盖 我是卡壳这个地方 你会担心接下来的排练吗 我还不太担心 我本来唱歌就不太张嘴 我看了你这状况我很担心 因为 我唱歌会很注重咬字 所以我可能 我跟你就很相反 我的嘴巴就会 比较积极一点点 所以我其实会很担心 如果一个嘴巴没法张开的话 怎么去唱它 反正你要是现在我心里想的 我可能没有什么底气 你的声音感觉 就是口气会比较好 但是力度出不来 但是她的声音就会很 她的声音很平均 她的声音非常平均 你懂我说的吗 我担心 我特别担心 我特别的担心 如果到时候怕连累周深 有请第二轮出站的孟慧元 和她的帮唱嘉宾周深 有请带来合作表演 《怎么了》 《怎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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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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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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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我真的很想像佳儿一样顺其自然 但我真的很在意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接下来说我们五十位专业评审投票的时间 《杨茜茜茜》 之后 压力很大 因为我也很害怕 别人听完我们俩合唱怎么了之后会看不懂 投票结束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投票箱搬上我们的晋级区 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专业的评审 来分享一下自己刚刚选择的理由 今天孟慧远你的表现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强的冲击感 因为今天周深老师说实话 他的技术他的唱功太强了 而且他在整首歌的表现让我会感觉到 这首歌是他的作品 孟慧远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 因为我很喜欢他身上一些特质 很原生态的一种灵性 我觉得今天和周深老师合作真的是压力挺大的 因为像跟这样一个唱将一起对歌的话 很容易暴露自己唱功方面的一些弱点什么的 我确实不能够接受 因为大家既然说周深把我的摩托员给淹没了 当周老师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 你们俩的声线是音色很相似 很相近 你很吃亏 周老师他用他的气场在驾驭这个作品 但这个作品是你的歌 你没驾驭到 他有他的气场 他的气场把你全部带走了 你的就不在了 在听媒体老师们和专业老师们他们在点评的时候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该开心的还是不该开心的 这个事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需要时间 加油 谢谢 我现在超有罪惡感 就感觉自己没有帮到忙 嘉宾他只是增添了所谓这个作品的色彩 如果是一个专业的评审 你应该针对唱作人的创作 他的表现 他个人的魅力 去看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 他的可创性有多高 我们接下来要公布一下我们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 第二轮 孟会员的大众评审折合得分为 好 太可怕了 40.2分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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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晋级 还好 还蛮喜欢的 其实也很好的一个成绩了 我们请孟会员先回到我们的